美国周末连发疑似恐怖袭击事件 或是伊斯兰国再度作案 大家好 今天是9月19日星期一 我是维珍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新闻回顾 当地时间周六晚上 美国纽约曼哈顿繁华街区发生了一起爆炸 至少造成29人受伤 当前此例爆炸案已被确定为故意行为 此后纽约州长戈莫表示 这显然是恐怖主义的行为 事件的最新进展是 纽约州长命令1000名州警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前往纽约 纽约当局调查宣称对此案负责的911电话 官员们想从监控视频中识别嫌疑人 无论是纽约炸弹还是新泽西的爆炸装置 都使用的是翻盖手机 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办公室表示 上述该设备后来被送往纽约市最北端的一区 布朗克斯的特殊容器内 警方表示 该设备将在周日下午在可控的环境中引爆 而在纽约发生爆炸事件后不久 在距离当地1500公里外的美国北部 明尼苏达州再度发生了针对公众的袭击事件 据报道称 一名穿着私人保安制服的男子 在明尼苏达州一座购物中心刺伤了9人 并被问及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 随后被一名下班警员开枪打死 此后恐怖集团伊斯兰国承认对其负责 当地时间周日晚上9月18日 美国新泽西火车站附近的包裹中 发现了5个可疑的设备 一名拆弹机器人试图解除时 其中一个设备发生了爆炸 伊丽莎白市长Christine Bowage表示 有两个男人报警称 他们在翻检垃圾时发现了一个可疑的包裹 看到里面露出了电线和管道 官员表示 周一早间 纽约克自由机场和伊丽莎白镇之间的 新泽西州运输服务暂停 此外新泽西州周围的列车 被堵在纽约宾州车站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感谢您的收看